大家好,欢迎收看流行电影 今天我们说的电影是《隔绝》 纽约是一场灾难性的核爆炸后 八个陌生人躲进了一座公寓大楼的地下室中 幸运的是里面有食物和水储备着 八个心存者于是开始等待救援 直到一群身着和身化防护服的武装人员出现 然而这些人的目的并不是寻找心存者 他们先是掳走了心存者中的小女孩温迪 并准备要杀死剩下的所有人 心存者们反抗并杀死了武装人员 然而小女孩却被当作了实验试验品 最终为了避免里面的人逃跑地下室的大门 被武装人员从外面封死了 人们被困在了地下室中 但幸运的是食物暂时还很充足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地下室的主人米奇 被发现在密室中储藏了足够的物资 却晃真物资已经匮乏 人们愤怒不已 米奇被绑了起来 波比等人最终控制了整个地下室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开始绝望 波比等人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已经开始心灵扭曲 做出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 眼看着波比等人令人发指的行为 幸存者中一个叫伊娃的女子 在米奇的指示下杀掉了波比 并打伤了波比的同伙乔慎 然而乔慎竟要放火自焚 与幸存的人同归于尽 最后时刻 伊娃通过米奇讲述的方法 顺利逃生 见到了河豹后的城市废墟 又是一步步歧而遇的 超级好看的片子 当最终生存大战落幕 结局又充满讽刺 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的朋友点赞 评论 转发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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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